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6月10日,2023年新加坡田径大师邀请赛 男子跳高决赛,重新急速的降低 今天给他回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我国的张国伟 张国伟成获得田径钻石联赛,男子跳高冠军等等 本场比赛也是张国伟退役两年后付出的第四场比赛 最终张国伟以2米25的成绩创加季度挂 张国伟升高2米00,体重77公斤 也正是这样的先天优势和天赋 也让张国伟在国际赛场上展露头角 第六一日,在上一战的2023年亚太老将运动会中 张国伟跳出了2米20的成绩度挂 这也宣告张国伟的强势回归 其实自从2019年被国家队开除后 张国伟就如同变了一个人 从此张国伟开始走上了网红路线 特别是张国伟的如吸水也是他的独家技术 由于各种搞怪,从我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不过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和调侃 张国伟为了证明自己在2022年8月份宣布了付出 而且都是自费去参加国外的比赛 完整比赛张国伟的最大金融对手只有他自己 今天虽然烈日高照,但是也下着萌萌细雨 这对于选手还是有所影响到 比赛个手张国伟的开把高度唯一1米90 结果烂当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张国伟直接以跨越式成功完成了这次失跳 占据第一的理质 张国伟也显得一脸的轻松 第二把张国伟直接将高度加到了2米10 直接张国伟改变了跳高方式 以备越式成功完成了这次失跳继续停靠 接下来张国伟继续高个猛进 在第三把将高度直接加到了2米20 这个高度也是张国伟本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 结果这个高度依旧不在华下 被张国伟100就成功越过 继续恐怖自己第一的位置 越过这个高度后 张国伟就已经提前锁定了这枚金牌 接下来张国伟将挑战高度加到了2米25 虽然第一次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 也很失败了 当时张国伟稍作调整后 第二把就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而这个2米25的高度 也创造了张国伟本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 同时也是他复出以来的个人最好成绩 接下来张国伟继续去挑战2米30的高度 可惜三次都失败了 最终张国伟以2米25的成绩无需念夺冠 这也是张国伟付出后夺得的第四个冠军了 而且成绩也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或许在追逐孟强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境界 但是也相信一个不放弃坚持努力的人 运气都不一差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铃鱼三次 又我大嫂相伴 我们下期讲会